女员工被辞退 不惜口出狂言贬锁公司 客户要求退订金被拒 竟辱骂寿楼部经理 酿成大祸 当事人皆因成一时口舌之快 酿成恶果 最终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 法律惩罚 恶与伤人受惩罚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9年11月的一天 某公司领导王志刚 看到公司微信群 谈出几条消息 看完消息 王志刚气得直发抖 原来被公司刚辞退的一名员工张敏 居然在微信群说 公司欺骗客户 这个微信群除了公司的员工 还有很多客户代表 看到张敏发的信息 很多客户都要求公司做出解释 然而经过核实 张敏所说的完全是 自须虽然而言 见事太严重 公司打算报警 可律师解释说 因为这条信息传播的范围比较小 这件事情还构不成刑事案件 后来公司为了澄清事实 决定起诉张敏 那么公司和张敏之间 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这件事情还要从五年前说起 王志刚经营着一家 小有名气的咨询公司 成立七年来 主要是为行政机关 国企提供调研服务 五年前 张敏大学毕业被招进了公司 因为专业对口 公司的数据分析工作 一直由他负责 然而因为一次请假 公司和张敏 本来和谐的用功关系 发生了变化 2019年临近国庆节 张敏想提前休假 不过王志刚看的假条 有点为难 他告诉张敏 公司刚承接了一个 棘手的调研项目 这事离不开张敏 王志刚希望 张敏在国庆期间能够加班 并承诺了三倍的加班费 听到让自己加班 张敏不高兴地说 领导啊 我不在乎那点加班费 你可以不让我提前休假 但是国庆节我是不可能加班的 说完啊 张敏拿回假条 离开了王志刚的办公室 看到张敏如此不客气 王志刚非常生气 张敏在公司工作了五年 他确实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 但自打他这两年结婚生子 就变得以老卖老 他不把新员工放在眼里 对公司交代的工作 时常也是糊弄了事 今天他竟然还公开拒绝领导 安排的工作 王志刚心里清楚 数据分析工作是公司的核心 张敏这种工作状态 已经不能再胜任这份工作了 如果不换掉它 可能给公司带来大麻烦 思来想去 王志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赶紧招人 顶替张敏的岗位 同时给张敏调岗到市场调研部门 但是张敏毕竟是公司的元老 公司有今天离不开张敏之前的付出 王志刚不想被别人说 自己是卸磨杀驴 所以即便给张敏调岗 王志刚也暂时不打算 给张敏降低薪资 假期结束以后 张敏回到公司上班 王志刚亲自通知张敏调岗 同时王志刚也做了解释 调岗并不是针对他 只是想培养一下新人 调岗但不降薪 张敏可能觉得 这对自己影响不大 于是他也没说什么 然而让王志刚失望的是 相比以前调岗后的张敏 更是吊儿郎当 迟到早退居然成了家常便饭 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的工作疏忽 居然给公司带来了大麻烦 原来市场调岩这个岗位 张敏根本看不上眼 但是这份工作呢 他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有一次张敏因为粗心大意 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导致调岩报告变成了一张废纸 合作单位一怒之下 和公司解除了合作关系 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 老板王志刚很气愤 公司其他领导也要求追究 当事员工的责任 没办法 王志刚最后决定辞退张敏 并扣掉他当年的奖金 拿到辞退信 张敏歇斯底里地吼道 不就是因为国庆节没加班吗 先是给我调岗 现在又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辞退我 居然还扣我一年的奖金 这是打击报复 你们走着瞧 说完啊 张敏就带上自己的物品 离开了公司 原来公司有一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除了公司员工 还有很多客户代表 没想到张敏离职之后 人事部门忘记 把他从微信群删除 而就在这个空档 张敏在微信群捏造事实 说公司在多份调研报告当中 弄虚作假 欺骗客户 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因为张敏在微信群 发表的不实言论 公司受到了很多客户的质疑 为了澄清事实 公司决定起诉张敏 侵犯了公司名誉权 并要求他赔礼道歉 面对公司的起诉 张敏又会如何应对呢 在法庭上 对于公司数据造假 张敏根本拿不出证据 然而张敏却说 现在自己离职了 没有办法举证 但即便如此 公司也证明不了 这些言论是假的 国家保护言论自由 自己不用承担责任 那么对张敏这个案件 法院会怎么判呢 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 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 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会用言论自由 来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开脱 但是除了言论自由之外 我国法律还强调要保护 个人和单位的名誉权 这个案件发生在 民法典实施之前 对于名誉权 当时的民法通则 第101条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 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 关于名誉权的规定 在表述上有轻微的调整 但是并不影响 民意权侵权的认定 民法典第10024条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那么什么情况下 才构成名誉侵权呢 一般情况下 只要被侵权的单位或者个人 能够证明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就可以认定为民意侵权 一 侵权人故意实施了侵犯 民意权的行为 二 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损害 导致信用或者社会评价降低 三 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 回到本案当中 张敏是否侵犯了公司的民意权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张敏在工作微信群发表的公司数据造假的不利言论 完全属于他杜撰而非客观事实 其次 张敏知道 在他发表不当言论的微信群当中 有很多公司的客户 对公司数据造假 张敏是言之凿凿 这让客户对公司产生了质疑 这些质疑对公司的业务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是必然的 可以说 这次公司的信誉降低 完全是张敏一手造成的 最重要的是 张敏捏造事实为的是报复公司 这是故意且恶意的行为 所以 张敏的行为完全符合民意权侵权的各项要件 张敏侵犯公司民意权应该被认定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 张敏在微信群发表的关于公司数据造假的言论 侵犯了公司的民意权 最终 法院判决张敏应该向公司赔礼道歉 并赔偿公司一万六千元 案件结束以后 张敏因为诬陷员公司导致他找工作四处碰壁 应聘单位有的需要他和员单位的离职证明 张敏根本拿不出来 还有的单位居然从公开的裁判文书网上 找到了张敏和员公司的判决书 看到他曾经污蔑公司更是直接把他拒之门外 看到自己这个窘境 张敏后悔不应该捏造事实诽谤员公司 他不有感叹 真是祸从口出啊 遇到纠纷 很多人会像张敏一样不吐不快 但是言论一旦实实就可能担责 本案当中 张敏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他应该通过劳动仲裁进行维权 然而他却捏造事实 报复公司以泄私愤 最终落了个没有单位敢聘用他的窘境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 也是祸从口出 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 因为主人公恶语伤人居然给自己惹来了一起人命官司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母亲自作主张给儿子定心房 儿子拒绝后 母亲想要回定金 不料遭到拒绝 协议约定得很清楚 如果买房人退房 那么定金不退 为讨还定金 母亲找来堂兄大闹寿楼处引发悲剧 王辉立刻表情痛苦 捂着胸口 倒在了地上 而且不断地在地上抽搐 兄妹二人与寿楼处经理发生争吵 经理突然死亡 兄妹二人将对经理的亿万身亡 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恶与伤人受惩罚 正在播出 2020年一天下午5点 急救中心接到电话 某售楼处一名男子生命垂危 救护车立刻赶往现场 不幸的是 救护车赶到时 男子已经死亡 这时 站在旁边的一名中年妇女 和随同的一名男子 彻底慌了神 整个售楼处也乱作了一团 其中一位员工赶紧打电话报警 很快 民警赶到了现场 售楼处一位女工作人员 指着一位中年妇女 和他身边的一个男子 愤愤地说道 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经理王辉 就是被这两个人给骂死的 听到这话 民警有些诧异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他们和死者王辉有什么瓜葛 而王辉真的是被骂死的吗 接下来 法医到达现场勘验尸体 民警也开始了解情况 通过询问 民警还原了整个事情的进攻 中年妇女叫袁文丽 她身边的男子是她的堂兄 袁彪 有一天 袁文丽陪着邻居来售楼处缴纳房款 售楼处装修豪华 很上档次 袁文丽进门以后 感觉豁然开朗 袁文丽在售楼处转了转 有个销售员紧随其后 对项目做了详细的介绍 听完介绍 袁文丽觉得 这个项目 无论是位置 环境都还不错 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这段时间也在四处看房 但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定下来 袁文丽心想 这小区还不错 价格也能接受 如果儿子能在这里买房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呀 销售员却有点惋惜地说 这个项目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顶层 和一套样板间了 接下来 销售员就带着袁文丽 去看了这套样板间 看完以后 袁文丽更加兴奋了 这个样板间 位置楼层都不错 而且装修得很上档次 房价虽然高一些 但是袁文丽觉得很划算 袁文丽很激动 赶紧给儿子打了电话 没想到 儿子的手机是关机状态 这时销售员说 样板间是公司今天才决定要卖的 之前有很多人打听过 销售员建议 如果确实想买这套样板间 可以付一万的定金 先把房子占上 过几天再过来办理签约和付款 不然啊 这套房很快就会被别人买走了 听到这话 袁文丽立刻决定购买这套样板间 并签订了订金协议 交了一万元的订金 但是袁文丽很快发现 这是一个仓促且不明智的决定 当天袁文丽订完房子回到家 儿子正好下班回来 他赶紧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儿子 听到母亲自作主张订了房子 儿子是哭笑不得 他说呀 这个项目离小学很远 他和女朋友已经商量过了 为了以后孩子上学方便 哪怕是买二手房 也一定要在学校附近买 听到这话 袁文丽也发现自己私自订房 实在是太冒失了 了解到儿子的想法 袁文丽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寿楼处退房 他原本想 自己交定金还不到24小时 退房应该没问题 袁文丽一到售楼处就开门见山 表示要退房 然而销售员却直接拒绝了他 销售员解释说 那天袁文丽订房以后 当天也有其他客户来买这套原板件 因为房子已经订给了袁文丽 所以公司就拒绝了其他的客户 如果袁文丽不买 公司肯定是有损失的 另外呢 袁文丽和公司签的可是定金协议 协议约定得很清楚 如果买房人退房 那么定金不退 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袁文丽顿时欲色 自从在售楼处吃了闭门羹后 袁文丽一连几天都查饭不思 袁文丽觉得这一万元钱顶自己两个多月的退休金 定金如果真的要不回来 自己就太亏了 就在袁文丽一筹莫杀之际 突然出现的一个人 让他燃起了希望 一周以后 唐兄袁彪来串门 袁文丽突然感觉来了救星 唐兄袁彪以前是个社会混混 擅长打架和讨债 袁文丽觉得 这售楼处扣自己的定金 其实就是欺负 它是女流之辈 如果让唐兄袁彪出马 讨要定金 肯定马到成功 想到这里啊 袁文丽就把被售楼处扣定金的事情 告诉了袁彪 袁彪一听唐妹受了委屈 顿时就火冒三丈 紧接着 两个人就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售楼处 然而 他俩怎么也想不到 两个人到了售楼处 不但定金没退成 反而惹了大祸 到了售楼处 袁文丽又找到销售员 要求退定金 遭到拒绝以后 袁文丽仗着袁彪给自己撑腰 就在售楼处大吵大闹 围观的人呢 也越来越多 看两个人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销售员赶紧通知 负责沟通的客服经理王辉 很快 客服经理王辉到了售楼处 了解事情的经过以后 王辉给袁文丽做了解释 他说 当时他们之间签的是定金协议 只要不是开发商的原因退房 那他们就有权没收定金 这是公司的规定 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如果袁文丽觉得 没收定金有问题 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听到王辉让自己去打官司 袁文丽又嚷嚷了起来 他对王辉骂道 你就是胡扯 为了一万块钱 你让我去打官司 这律师费都不够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一万块钱 你也得退我 否则 这房啊 你们就别想卖了 听到这话 王辉又想解释 然而袁文丽扯着高分贝的嗓门 根本不给王辉再张嘴的机会 如梗在喉啊 王辉插不上话 急得王辉捂住了胸口 他皱着眉头 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这时唐兄袁彪也挺身而出 他指着王辉的鼻子骂道 实话告诉你 老子就是个混社会的 今天如果你不给我妹子退钱 你和你全家都别想好过 从今以后啊 你就别混了 让袁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句话刚说完 王辉立刻表情痛苦 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而且不断地在地上抽搐 看情况不对 工作人员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遗憾的是 王辉没能等到救护车 就停止了呼吸 看到出了人命 售罗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报警 经过法医鉴定 王辉死亡 是因为自身心脏疾病突发导致的 民警还了解到 袁文立袁彪二人和王辉 并没有肢体冲突 那么这两兄妹应该为王辉的死亡 承担法律责任吗 在事发前不久 王辉所在的公司 曾组织过一次员工团建活动 那次啊 王辉也曾因心脏问题发生过昏厥 好在当时有驻厂的医生 及时对他采取了有效的抢救措施 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医生嘱咐他 一定要避免情绪激动 出院以后 单位领导也嘱咐王辉 一定要注意休息 然而王辉却是个工作狂 他对这些劝告啊 不以为然 他给领导说 自己运到只是没休息好而已 只要稍加休息 身体必然会恢复 以后啊 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一直以来 王辉的克服工作都干得不错 这个岗位 也暂时没有人替代 考虑再三 领导这才勉强 答应王辉继续工作 综合这些情况 公安部门认为 王辉因吵架死亡 是因自身身体原因所致 这不属于刑事案件 如果王辉的家属要主张权力 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后来 王辉的家属 向法院起诉了袁文立和袁标 家属们认为 即便袁文立两个人 不用坐牢 那他们骂死王辉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而袁文立和袁标却认为 他们没有动手 王辉死亡是因为他有心脏病 让自己赔偿 没道理啊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 袁文立和袁标 与寿楼部经理王辉争吵 王辉突发心脏病死亡 袁文立和袁标会承担责任吗 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 骂死人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叫骂死人不偿命 所以很多人认为 辱骂导致他人死亡 根本不用承担责任 这种想法其实不完全正确 辱骂导致他人死亡 是否要承担责任 最终还要看受害人死亡的原因 以及辱骂和死亡之间有没有关系 回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 王辉从事的是客服工作 工作内容主要是处理和购房人的纠纷 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些难缠的客户很正常 所以这份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抗压能力的 王辉之前参加单位的团建活动 就已经发现自己心脏出了问题 然而对于医生的忠告以及单位领导的劝告 王辉并没有放在心上 仍然从事可能引起情绪激动的客服工作 很明显 王辉的大意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袁文利和袁彪两个人的行为 他们和王辉并不相识 也不知道王辉患有心脏病 不难判断 他们骂死王辉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不过 这并不代表他们两个人没有过错 袁文利和售楼处签署的是订金协议 因为他个人原因退房 售楼处有权没收订金 所以袁文利要求全额退还订金 并没有法律依据 退一步讲 即便袁文利认为订金应该全额退还 遭到拒绝以后 他也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个纠纷 然而袁文利却寄希望于唐兄袁彪为他撑腰 直接强硬地索要定金 并辱骂王辉 袁文利和袁彪过激的辱骂行为 给王辉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很明显这是王辉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 袁文利二人的过激行为和王辉的死亡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所以他们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最后 法院查实 王辉死亡导致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总计83万元 王辉自身承担90%的责任 另外10%由袁文利和袁彪负责赔偿 也就是8.3万元 拿到判决以后 袁文利和袁彪各自承担了一半的赔偿金 这让袁彪很不爽 他觉得自己去售楼处是替袁文利出头 这赔偿金应该全部由袁文利来承担 而袁文利却认为 如果不是唐兄袁彪威胁王辉 王辉也不会被吓死 这钱就应该袁彪出 为了这件事情 唐兄妹两个人吵得是不可开交 几乎断绝了来往 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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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划过后 就像那个死者 那样 那样 你别打了 跟政府谈判 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